我们家不是虎爸虎妈 所以说当我就是女儿走出那个教室的时候 看到我女儿的那个表情 我还挺我还心里还挺不舒服的 还挺心疼的真的 我想说没必要 这样已经很好了 你努力了你付出了 然后你得到了 咱不能说你百分之百都得到了 但是最起码你得到了大部分的话 我这样努力过就好了 不足的地方我们就再补充呗 然后今天的话呢 在那个学校里面的话 我也是让我妈妈 我也是跟我妈妈一起学习到了一个词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充分展现出了 台湾对尊重啊平等啊 这样的一个展现 就包括在高速路的一些休息站的话 我也看到过类似的 今天我们全家来到开南大学 这里就是开南大学了 全家一起过来的 主要呢是为了陪我女儿 考一个英文单字的大赛 不知道女儿在哪儿 没看到 他们已经考完了 老师在改 我妈好着急 我妈好着急 奖牌 哦 奖牌 啊 家长都在看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通过的小朋友已经出来了 我女儿还在里面拿了奖牌 现在他们是 妈他们在绝逐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奖杯 一二三名的写 啊 这次要是 就是在 就是在考那实体 然后就排一二三名了 一二三名的是个大奖杯 嗯 你看这些家长多着急 奖杯 你紧张不吗 我不紧张 刺激不 嗯 刺不刺激 紧不紧张 意不意外 刚才我妈问我说的 性别友善啥意思 我是这么理解的 大家听一看 对不对 我是觉得呢 就是那种男生女生用都可以 还有一种就是 像 呃 外贸特征是女生的 可是他的生理那个特征的话是男生的 或者是相反的 啊 这种的朋友的话呢 也不会比较尴尬 譬如说我是男生 我要去男厕所 可是我穿的是女装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就叫友善厕所 是不是这样讲 大家觉得我这样说对吗 我跟我妈是这样讲的 什么那么棒 你的奖杯咧 奖牌咧 棒棒 你只出了一题哦 啊 最后呢 最后那一题没关系 很棒了这样 走了 又要回家 又要去拍照了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叫棒棒 都是开戴时尊 帮阿丹请下来 订阅 谢谢啊 我们全家呢 陪女儿去开南大学 就是参加了一次英语单词大赛 这是女儿这个英语补习班 这样的一个比赛吧 他们就是全补习班内的 各个分校啊 原本其实我们是想说 要给女儿参加吗 当然她 宝贝你当时想参加吗 嗯 不行 哈哈 对呀 小朋友哪好说 这就是哎 咱也不能说 小朋友没有爱学习的哈 但是我女儿的话就是 当时她跟我讲说 老师说了要参加这个比赛 哦 我说你想参加 我不想参加 当然她知道说 她要背很多单字 所以说她不想去 那我跟我老公的话 就想说 鼓励她去参加呀 这样的话呢 她最起码 因为英语这种东西吧 我们觉得说 首先我跟我先生觉得说 英语是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像以前我说过 她是跟世界沟通的这样的 打开这扇门的一个钥匙 我们一直这样认为 像我女儿的语言的话 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天分 所以说我们也鼓励她 如果说你愿意学 像她现在 不是大家都看到她 一直在跳什么 什么女团的舞 什么之类的 我说哎 如果你想学的话 我说你看你 希望妈妈带你去学呀 那个什么像 韩语呀 或者是日语啊 都可以 包括其他的语种 就是你想去学的 还是说你想自学都OK 如果说你想需要说 想抱什么补习班的话 我说你也可以跟妈妈讲这样 我也都跟女儿这样讲 所以说我是很鼓励她 学习语言方面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 它是一把钥匙 打开你跟这个 国际的这个大门的 一把钥匙这样 单字这部分的话 我也当过学生啊 我也学过英语啊 单字的话 是一个基础 对不对 那基础当然就是要打稳了 这个基础 所以说我们就鼓励她说 要不要参加看看 我说爸爸妈妈 不要求你成绩 但是呢 你去参加 能多背几个的话呢 就是 我说知识这种东西 学到你自己身上了 就是你自己的了 我说别人拿不走 以后受用的也是你自己 虽然说你现在可能不理解 但是妈妈爸 不要求你成绩 所以说女儿 也就是报名参加了 就是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一直在大陆吗 其实女儿 一直都有线上上课 好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线上上课的话 说会不会落下成绩呀什么之类的 目前看的话还好 他们的这个初中 他们叫什么 顿考吗宝贝 那叫什么 其中考试 现在还没有 还没考 就是他们是11月几号才考 他们学校 是11月初才考 所以说这个还不知道 女儿还在加强这个练习当中 但这个英语的话呢 是回来之后就考了 女儿的话当天就有点 好像我看出来 女儿那个表情 好像不太舒服 没关系宝贝 你觉得怎么样当天 我觉得就是 没有拿到奖杯 很像 不会 干嘛一定要拿奖杯 你有这个心 想去争夺奖杯的话 是 是好的 但是妈妈跟你讲说 没拿到又没关系 就是 人生没有说 每一样事情都需要拿到奖杯 但是你努力过了 对不对 你有在家背 对不对 妈妈也有考你 甚至姥姥都有考你 对不对 对 我妈都不会英语 我妈都在考她 就是有的时候我出去了 然后我就是 我说宝贝也背英语单字 我看到跟我说 我跟我老辈的 我老考我的 我爸考你没 老爷 考了 老爷也考了 你看全家都参与到了 所以说你努力过了 这样就好了 妈妈觉得说就够了 就是你努力了 然后呢 你也掌握到你 应该掌握的 对不对 下一步就是 哪里你觉得不足 你就加强哪里就好了 好不好 好 但是没有说一定到 妈妈说要你拿到奖杯 为了那个奖杯去考试吗 没有 不是为了那个奖杯 好吧 你这一千两百个单字 如果说这样是你背下来的话 你可能你掌握了一千个 那就很好了 有没有 对 不一定要说要拿奖杯宝贝 知道吗 因为那个第一名跟第三名都是你同一个班的 对不对 对 没关系 你看第一名跟第三名在我们班 都在你同一个班 你要这样想 就是我要向他学习就好了 他就在你身边 对不对 好不好 这样就好了 这就好 不用难过 不用embo 好吗 嗯 妈妈问你 你说那个 我跟姥姥在那个开南大学的时候 就等你考试的时候 我们去厕所 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叫无障碍厕所吗 知道 无障碍啥意思 就是有一些行动方便的 嗯 就可以上那个厕所 像爬不了楼梯的 就要那个坡 对 像老爷如果现在用轮椅的话 对不对 嗯 然后他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些扶手啊 什么的 辅助 对不对 对 但是那个性别友善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吗 对 嗯 妈妈认为的就是 妈妈跟姥姥也这样讲的 妈妈认为的就是 嗯 像你知道在台湾的话 同学恋是合法的 对不对 嗯 那有一些人的话 他也会改变他 呃 身份上这样的一个性别的 这样一个着装 是不是 嗯 对吗 嗯 哦 对 那他们如果说哈 如果说妈妈今天穿着男装 我是男的 女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今天穿着男装 然后我走进女厕所 就会吓到别人有可能 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第一个 你说哇 这男的怎么进了女厕所 是不是这样讲宝贝 会不会 如果你在厕所见到我 穿着一个男装的人走进去 是不是 会 会 对 对 所以说我对这个厕所的理解的话 我跟老妹就这样讲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啊 分享给这样的人来使用的 呃 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哈 如果不对的话呢 就粉丝朋友在帮我纠正哈 或者是说在帮我补充 啊 我的理解就是我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性别友善厕所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开建大学第一次去 其他地方的话 我目前真的还没有看到 呃 我是觉得说 在平等尊重 哦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 他尊重了这个人的就是一些想法 啊 他的一些个人的行为 哦 我觉得说是还挺挺贴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吧 真的觉得说非常非常尊重他们 我不来讨论说 这个大家都知道像说台湾这个同性恋是合法什么的 我不来讨论说他的对与错 因为每个人的话对这件事情的话 他的认知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持开放态度 是很接受的 但有的人就认为说的 这不乱了吗 或者怎么怎么样 肯定什么事情都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 哦 是不是 所以说我不去讨论他说对与错 那 嗯 我只是想说 这个厕所的话 就性别友善的四个字的话 真的让我感觉到说 就是这个学校对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尊重 也是把他们平等的去看待 并不说他们是一个异类什么的 就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间厕所 但如果真的你觉得没什么的话呢 你也很方便的就跟大家一样用 但是他提供了这一个方便给你 我说实话真的觉得挺贴心的 我就站在那等这个女儿的时候 我有在看这个开年大学的一些风景 站在那个楼梯啊那边 我在那边看风景跟我妈聊天 我当时就想到这件事情 我还跟我妈在聊 我妈说啊那真行 就是我妈的意思说就是有 我妈也觉得说 顾虑到了每一个人 他们的需求 真的是这种感受的话 我觉得是还挺贴心的 就像说这个不同的厕所 我还在哪看过 我还在高速路上看过 就是我看到的是 应该是伊斯兰教的厕所 对不对 就专门给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使用的 然后呢还有祈祷室 这个是我在高速路上 也是不同于其他地方 就是我在高速路的休息站 我看到的 我忘了是哪一间休息站了 他们就专门问这个伊斯兰教的朋友 有设置这样的地方 祈祷室跟他们 因为我看这个牌子上面印的不一样 N多N多年前 我就看到了这样的设置了 我当时的感觉也是 一开始不知道那干嘛的 我说祈祷室 我说为啥厕所还有祈祷室啊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前面的那个 那个图标不一样 但是我那时候还不太懂 我就说我说为啥祈祷室啊 我老公那时候后来跟我讲说的 应该是伊斯兰教在用的 当然我不是那个宗教的 我可能不懂说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 但是就是这个设置的话 有考虑到他们的需要 那真的差很多 我不懂因为我不会用嘛 就是我不是这个教的 但是人家有需要的人的话 他可以用到 他有得用到 那真的差很多 就像最简单 就像那个什么 我生小朋友的时候 我可以在那个什么 这样好像应该说我什么 说大陆什么的 咱不提大陆的 我就说我生女儿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在厕所用那种尿布台 然后呢 我上厕所的时候 小朋友有个地方 可以把他放在那里 给他固定住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安安心心的去上厕所 像这种设施的话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贴心 非常人性化的 然后像我说的高速路那种 伊斯兰教的厕所什么的 我觉得就充分的表现出 对他们的尊重 以及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像我觉得这些的话都太用心了 台湾真的是在很多细节上面 点点滴滴 小细节上面 真的是注重的太好了 我觉得 就是考虑到了真的很多人的需求吧 这些小细节能代表说 这一个地方的进步 这个地方的先进 是这些 所以说 有的时候我就是 我也不想总重复这一句 好像都拍了同一个影片一样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的话 我是在这边看到了 所以说我就把这件事情 分享给大家 这个性别友善厕所的话 让我看到了就是 平等 尊重 特别友善 真的就像说 性别友善厕所 特别的友善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了 喜欢阿呆影片的朋友呢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把你的想法 跟阿呆聊一聊 那我们就明天再聊喽 拜拜